第21章 岁月如水 罗锋降落到自己的修炼居所天台上 混沌真灵 罗锋眉头一皱 清晰感应到体内的圆核 圆核内 由罗锋灵魂实质化后 演化形成的漩涡星系正在缓缓旋转 璀璨梦幻的漩涡星系一共有八条旋臂 当初刚刚达到宇宙极易结实 这漩涡星系核心就有一小块黑暗区域 微小的黑洞 现如阶 金角巨兽已经是宇宙极九阶 这最根本的灵魂自然达到宇宙极九阶 达到宇宙极九阶的灵魂实质化漩涡星系核心 却有着一个超大黑洞 而且那八条旋臂内也有着微小黑洞 八个小黑洞都在缓缓吞噬周围的星辰尘埃 中央黑洞 八个微型黑洞 这九个黑洞的形成 代表着宇宙极九阶 而宇宙极九阶要跨入玉主 就必须九个黑洞融合吞噬掉整个星系 发生最根本的蜕变 宇宙极到玉主 这一关很难 痴痴 碧绿色光点落在漩涡星系中被迅速拉扯 直接被星系中央黑洞给直接吞吸进去 在漩涡星系外围无法触及的地方 一丝丝薄物产生 笼罩整个漩涡星系 漩涡星系似乎也发生了一点很小的变化 有变化 罗锋闭上眼 心静如止水 感应着那本源法则的波动 论感应波动 金角巨兽感应 金之本源法则波动比较清晰 磨砂族分身感应 空间本源法则波动也很清晰 地球人本尊 感应法则波动却非常模糊 就仿佛隔着一层层雾气似的 而此刻 进步了 都进步了 罗锋露出惊喜之色 那体内空间的浩瀚金属大路上 宛如黑色山脉的金角巨兽 也是仰头发出兴奋的咆哮 在旁边幻化出近千换身的黑衣 罗锋也停下 兴奋地叫了声 竟然都进步了 是的 三大身体 感应本源法则波动都稍微清晰了些 金角巨兽感应金质本源法则比较清晰 主要是因为肩脚 颈部 身躯 翅膀 尾巴 体长 那宛如披甲式的金色密纹 这些密纹和宇宙本源中的金质本源法则隐隐沟通 所以金角巨兽比较擅长金质本源法则 一个道理 磨砂族分身 则是凭借体内那1081切面的生命经合上的金色密纹 产生波动 沟通宇宙空间本源 甚至于和空间波动产生一种呼应 所以不但感悟空间法则皆长 连施展的时候威力也极大 三身体是共一个灵魂核心 现在灵魂核心蜕变 三者当然共同进步 圆核内的灵魂核心蜕变 像地球人本尊石海内灵魂 磨砂族分身的核心 生命经合都有了一丝蜕变 圆核灵魂是三者共同拥有的 也是三身体的核心 一旦进步 三身体都进步 圆核完好的话 三个身体任何一个身体被毁灭都能再生 即使三个身体毁灭 只要圆核没事 依旧会供应出源源不绝的能量 形成三个分身来 这就是天赋分身的逆天之处 可是有力也有弊 一旦圆核完蛋 三分身即使相隔亿万里 也会同时死去 这就是罗锋的命门 好东西 竟然能够让灵魂蜕变 不愧是混沌城第三宝 罗锋眼睛发亮 从学徒级修炼到戒主级 灵魂只是不断变强 本质上根本没蜕变 只有从戒主级到不朽 才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蜕变 现在靠着混沌真灵 竟然可以提前开始蜕变 虽然说蜕变幅度不大 可是量多了 益处还是极大的 罗锋激动无比 论战斗力 自己地球人本尊是最弱的 金角巨兽 魔杀族分身 才是真正杀手童 显然灵魂的蜕变 对那两大分身是有益的 来吧 混沌兽 罗锋眼眸中火焰 在燃烧 这样的宝贝 不多弄点 实在太亏待自己了 罗锋再度走出混沌城 走入那笼罩在混沌气流中的荒原中 这里混沌气流笼罩 探测器发射的信号 都完全受到影响 否则就能靠八八塔探测了 罗锋按道 如果能有一器探测周围 也不会有那么多天才死了 这一器无法探测 是出使宇宙的缘故 还是混沌城的管理者们 故意弄的 罗锋疑惑 却没多想 不管怎样 要杀混沌兽 只能靠自己 五分钟后 半蹲在草丛中的罗锋 小心翼翼地盯着远处 出现的一头混沌兽 这是一头超大型混沌兽 体型约有三十余米长 就仿佛一个山丘缓缓移动 它的头皮光亮四合金 同时头部长着两根弯曲朝外的尖角 一双眼睛几乎都是眼白 只有最中央有着宛如绿豆般的瞳孔 瞳孔中散发的冰冷 似粗状的蹄子正缓缓踏着地面 耳朵竖着 显然时刻保持警惕 气息判断 应该不比之前我遇到的 低头类似猿猴的混沌兽墙 罗锋蹲在草丛中 双眸冰冷天剑式背后的 暗金色长棍 瞬间就飞出81串金光 每9串金光 迅速合拢化为 一柄一尺多长的金剑 九道金色剑光迅速升起 同时伴随着翻滚的金色气浪 直接形成剑之领域 哄 金色剑红射向那头庞大的混沌兽头部 嗷吼 混沌兽猛的扭头 顿时发出一声愤怒的怒吼 猛的低头 就准备用它全身最锋利的尖角 顶住这射来的金色剑红 吃 蕴含剑之领域无穷威力的金剑 微微一个曲线擦着那尖角 直接刺入混沌兽的头部 那宛如合金铸就的头部 尖影非常 听得痴痴声音 金剑才勉强刺入到那头部内部 而后扑的一声 从混沌兽的眼眶射出 哄咯 混沌兽轰然倒塌 随着一臂绿色的混沌真灵漂浮 它整个身体也迅速腐化成大量混沌气流 说 罗锋脚踏暗云缩 念力席卷那颗混沌真灵 随即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不见 数秒钟后 轰隆隆 掀数十头庞大的混沌兽 一个个宛如奔雷 令大地都阵战起来 都奔跑到了这 然而数秒钟的功夫 罗锋却已经到了数百公里之外 数百公里外 躲在乱石后面 感受着吸纳混沌真灵后的那种灵魂舒畅感 罗锋咧嘴露出一丝笑容 狠 就是该这样猎杀混沌兽 最多两次攻击 不管成与不成 立即远盾 而且和混沌兽的交战 也刚试验我的一些感悟 开始了 猎杀混沌兽的生涯终于开始了 随着猎杀 罗锋便发现 石碑上虽然说 那层区域中的混沌兽 都是宇宙级 可实际上超过六成 都是宇宙级一阶水准 其他就是宇宙级二阶到九阶水准 各今天生擅长一些本源法则 唯一的弱点是 智慧低下 就仿佛地球上没变异的动物一样 稍微简单点的陷阱 就能让这些混沌兽重击 在猎杀过程中 偶尔也碰到过宇宙级九阶水准的混沌兽 性魔云藤是宇宙级九阶 长期服用蓝壳果实的缘故 否则就危险多了 猎杀混沌兽开始的三月后 两柄金剑合一 原来是这样 施展开剑之领域的罗锋 终于成功将其中两柄金剑 一前一后金丝串联 竟然在两柄金剑外表 形成了迷蒙的金色巨剑 这柄模糊的金色巨剑 在整个剑之领域辅助下 威力强的可怕 瞬间灭杀一头混沌兽 共通 六代 那种宛如一体的感觉 罗锋记住那种旋之又旋的奇妙感 说不清到不明 当然罗锋很明白 之所以说不清到不明 是因为对于宇宙空间法则的本质 自己没有解析出来一点 自己在研究的 飘写108文字中的第一套剑法 也只是刚刚得到点皮毛 虽未解析可至少会用了 先能施展 至于解析本质 慢慢来 罗锋期待无比 我现在能双剑全一 这两柄金剑在剑制领域辅助驾程下 应该能敌得过那通天桥第一层对手的三剑合一吧 对手虽然三剑合一 却没施展剑制领域 不急 说不定是我实力不够 所以对手才没施展剑制领域 罗锋一点不急 混沌成的30年 都是自己打基础的时间 没必要急躁 脚踏实地最好 八个月后 三剑合一 不断在混沌兽上试验的罗锋 对于怎么将宇宙法则的感悟 运转到眼神兵上 也越来越透彻 也终于能够遵循 那玄之又玄的奇妙感觉 将三柄金剑沟通联合 形成无比惊人的攻击力 虚拟宇宙通天桥未免 岛屿上 穿着黑色星辰袍的坚守者八分 惊讶看着眼前的白袍 血剑青年 闯第三层 八分惊讶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当初那一批一千名天才舟 抵达混沌城不久 这位博兰曾经一口气连闯两层 这在混沌城历史上 也是极其罕见的 没想到一年没到 这柏兰又来了 嗯 柏兰微微点头 去吧 祝你成功 坚守者八分微笑道 错 白袍青年柏兰 直接朝独雨边缘某个港口飞去 那港口正延伸出一条 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通天桥 那通天桥前的石碑 有着两个字宇宙 五十二尊混沌碑 对应五十二座通天桥 其中巨斧通天桥 共有三十二层 是最高的 而宇宙通天桥 则是有三十层排在第二 至于 九宇通天桥 共有二十七层 也算极高的一个 足以排在前五 五十二通天桥 最少的一个 是二十一层 其实论层数 没太大意义 因为能通二十一层 就能成为高高在上的宇宙国主 罗锋他们这一批天才 能有一个成为宇宙国主吗 错 柏兰冲进了通天桥中 就能成为宇宙国主 宇宙国主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